大家好,就说一下勤劳的问题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勤劳 我不知道大家勤劳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说一下,我这边吧,我有个朋友 因为我们这边雪非常非常的大 一般的人呢,大雪就不出门了嘛,就在家里学习 可是这个女生大雪 她可以走15到20分钟的路到图书馆去学习 然后呢,学到大半夜 因为她往图书馆走是下山 下山虽然好走,也要走个20分钟左右了 但是呢,她回去是上山,她可能要走20多分钟 才能够回到家,而且雪非常大 我们这边一下去雪来的时候 她有的时候会刮风,非常难走 尤其是走山路,走到风口那里 风非常大,又打在脸上 一般的女生都不出来学习了 可是她还出来,而且还走那么远的路 就是雪路 所以她的这种精神就非常宝贵 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所以呢,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 就算是作为一个学生,可不可以做到这样 就算是作为一个工作者,可不可以为工作做到这样 我们有没有一种勤劳的,能吃苦的,能扛住恶劣环境的这样的条件 加油 好,再见 好,再见